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 跟大家聊一聊人 人嘛 每一个人都是人 感觉呢 自己对自己非常的熟悉 但是呢 稀究起来 我们其实呢 就是感觉啊 知道人是怎么回事 其实呢 我们离着 认清人的真相 还差得很远 有好多的路要走 尽管我们今天啊 这方面的信息啊 实际上已经 足够让我们明白 人是怎么一回事啊 当然了 也包括所谓哲学 对我们本身的思考的 哲学中一三分 我们是怎么回事 从哪来到哪去来干什么 已经应该能够 把所有问题都回答了 但是呢 由于啊 这个 滚滚红尘啊 这个物质啊 的厉害 我们还今天呢 还没有做到 离着呢 能够彻底的弄清楚 人是怎么回事呢 还差得很远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呢 可以说是 也很简单 一步就可以走到啊 但是呢 要走出这一步 走完整这一步 那还要做很多的工作啊 那我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 这个关于人的这些信息呢 主要是想跟大家做一个铺垫 本来呢 这个人的一些信息啊 一些真相呢 我想最后啊 或者大家有一定的基础以后 再去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但是有些朋友啊 说你还是先跟我们分享 分享 我们先打个底 那么我呢 就把我们人的一些基础知识 基础信息 基础的真相 做一个粗略的分享 那么 叫我们啊 以后再分享 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呃 的过程当中呢 那大家呢 能够 有一个前期的基础 或者铺垫吧 那么我也觉得呢 这挺有道理 所以呢 就现在先跟大家 先分享分享 人是一 怎么回事的一些基础 那么大家呢 也只是啊 给大家提供一个 更多的选择 呃 或者更多的 几个选择 呃 其实呢 认不认可 接不接受 无所谓 那么 你觉得呢 有意思 或者说有道理 那就去思考一下 呃 完了以后呢 呃 总归嘛 多一个选择 呃 只有艺术 没有坏处 我们也不是说 别的叫谁去认可 接受 呃 同意啊 没有这个意思 呃 那么 我们人类啊 其实尽管就如我刚才想讲的 呃 所说的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对自己很明白很了解 但是实际上我们吵得很远 呃 先不说啊 就是说我们啊 是怎么一回事啊 从哪来到哪去来干什么 那么最基本的 人体 就是我们这个人啊 存物质的这个身体啊 那么 的工作原理 我们呢 其实呢 呃 也仅仅是十得二三而已啊 连 呃 一半都没做到 也没达到 那么 做的比较好的 是因为我们 现在啊 所以 科学技术的进步 那么 设备 一切工具水平的提高 我们解剖学 呃 把我们身体的这个结构啊 构造啊 摸的差不多了 但也仅仅是差不多 也只能说是十之八九 那么还有 十之一二啊 我们 还没有完成 还在糊涂着 那么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 呃 呃 我跟大家讲呢 就是说 我们不可能 弄清楚 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看到人的真相 但是呢 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也是呢 呃 我想啊 呃 跟大家 呃 描述的我们 对自己了解的一个现状 叫大家有一个 呃 大体的概念 那么 关于人这方面 我们一次两次是聊不完的 我们今天呢 呃 直接这个切入主题 先大概的描述一下 啊 嗯 去 我们人是怎么回事 其实呢 我们人啊 按道理讲 我们进行之间的分享 交流 沟通 交通呢 呃 应该没有什么障碍 因为人人呢 都有一个身体 人人也都是人 皮着一张人皮 那么 人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有时候我们是清楚 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不清楚 呃 其实呢 我们叫身体 哈哈 其实身体啊 那当然我们指着就是这个物质肉身 那为什么叫身体呢 不叫其他的体呢 因为我们是神的体啊 神的物质的体 神的体 所以叫身体 当然了 我们这个神 我们是身体的神 不是神的神 神体上一样 我在以音解字里头呢 这个神音啊 及相关的字呢 都跟大家做了分享 大家去参照一下 嗯 我只是这么提一个醒 其实呢 我们自我感觉到 我们这个身体呢 是我们自己 或者说有一个自己 我在操作这个身体 因为他可以随着我们的意愿啊 我们的发心 呃 运动 我们想叫他怎么运动 我们成年人了嘛 基本上都能运动啊 想伸手啊 握啊 拿东西啊 呃 等等做一些工作啊 基本上都很熟练 那随着我们的意愿 我们心思去做的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么肯定就是我们在操作着这个物质的身体 那么我们自己在哪呢 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 确实我们找不到啊 当然了 这真相呢 以后跟大家去分享 我只是想叫大家有一个概念 因为我们祖宗啊 或者是其他的啊 人啊 先人 甚至现在还活着的人 也都呃 一直啊 在分享交流啊 或者说 甚至于啊 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人有一个灵魂 那么 我们啊 人人都 没经历过死亡 但是人人都要经死亡 我们都现在来到这个世界上 有所谓的生 那必然有死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真理 真相啊 我们要人都会死 那么我们没死过 我们怎么知道人 这死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呢 有一句话说的粗鲁 但是 嗯 话操 这个理 不操 就是没 吃过猪肉 见过猪跑 我们没经历自己 没经历死亡 但是呢 我们见过别人死亡 那么通过别人死亡 我们可印证到啊 那究竟是发生了怎么一回事 那么我们今天啊 人体结构啊 这个解剖学啊 已经 很先进了啊 我们了解了很多东西 其实呢 我们就发现啊 人死亡了以后呢 这个身体上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少啊 所有的 那一个 一根毛啊 毛头都没有少 什么东西都在 但是人为什么死亡了呢 就是我们不能操作这个身体了 不能驱使它了 不能驱动它了 其实呢 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现在有一些人呢 那谈起灵魂了 就觉得灵魂有个重量 甚至于呢 出了论文 灵魂有几颗啊 有多少颗 说白了呢 那都是自欺 也欺人的一些东西 因为什么 他什么都没少 说啊 死了 那身体啊 重量减轻 如果是 呃 重量减轻的话 那你这重量究竟在哪呢 那肯定的有个出处吧 所以啊 好多人研究的时候 把一个病临死亡的人 放到一个天平上 一个撑上 啊 等他死亡了啊 发现少了多少颗 不然灵魂的重量 是颗 如果灵魂 是物质的话 那肯定才有重量 如果灵魂 没不是物质的呢 是无形的呢 因为我们看到的物质 是有形的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观察到 啊 能感觉到 那么这个无形的呢 我们感觉不 因为它无形嘛 我们看不到啊 但是我们能感觉到 就是我们 通过自身感觉 印证到的 有一个自己 存在 所以好多人呢 说无我啊 没有自己 找不到自己啊 因为它不是没有 是我们找不到 找不到不代表 它没有 这是很严谨的逻辑 也很 简单的逻辑 但是有些人呢 就是没我啊 没有我啊 找不到 找不到就没有 其实呢 我们能感觉到 那你怎么能说呢 没有呢 我们这个感觉 亲自的感觉 亲身的体验 每个人亲身体验 那怎么能是 没有呢 我们能感觉到 但是我们找不到 所以呢 只能这么说 那么 从他人的死亡 我刚才跟大家讲了 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感觉到 或者是 嗯 观察到 那么 任何一个人的死亡 他的所有这些东西 眼儿边上所有的器官 嗯 都没有缺少 任何一个一点都没有 当然了 你说由于车祸 剧烈事件呢 缺个把烧腿的 那要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 正常所谓正常死亡呢 就我们看见 你正常的也死亡 他少什么 什么也没少 那么其实呢 嗯 就是说 一定程度上讲 那么这个灵魂是存在的 那么灵魂为什么存在 他存在的机理 必然存在的原理 原因是什么 我们今天 不是我们今天啊 跟大家要分享的东西 因为这也不是说 一句话两句话 一会儿半会儿讲清楚的 那我们会讲清楚 但是呢 在以后的分享当中 我肯定会跟大家去 分享出来 叫大家 亲自去验证一下啊 这也是不是 什么事 那么 我只是呢 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说 这个灵魂的存在 嗯 这是一个真相啊 或者是一个天人 他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 至于为什么 以后跟大家去分享 那么 他是属于什么呢 是非物质的 跟物质对应 嗯 是无形的 你看不到 嗯 摸不着 因为你有物质 那就必然是有无形的 对等的存在 嗯 我们可以认为是 不显现的 一种背后的 主宰 嗯 这就是灵魂嘛 所以呢 这个又叫什么 叫神啊 也叫仙啊 所以或者说 叫灵魂 因为我们族都认识到 那就是神 所以呢 神啊 有个体 所以叫身体啊 就这么来的 人生的身呢 啊 再唠叨一遍 那音解字 神音 机器相关的字呢 我都跟大家做了 也是组点的分享 因为要详尽呢 把一个音机器相关的字 弄清楚 搞明白 真正正正正的 把那所有的关系 里儿都打冲了 那不是说几十分钟啊 几个小时 尽管是一个音 那一点一点 弄清楚的 以后有机会 啊 反正我所有做的 这些视频的分享吧 都可以再去讲一下 啊 再去分享一下 那么 小心的讲 只要大家感兴趣 好 那么言归正正 我们就 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提供这么一个 选择吧 就是叫大家知道 我们是有灵魂的 灵魂的事儿是真的 当然了 你这是需要有一定的功夫 才能印证到 其实呢 也不难 只要你用心 我们大家用心 都能把它搞清楚 那么 我们今天呢 从哪开始呢 就从 人的外部 就是所谓的 叫五官吧 其实啊 今天我们五官呢 也不知道是什么了 其实 好多人也去找 我们能找到的 眼耳鼻口 剩下的说 这在四官 你说对着窟窿呢 那个官是窟窿啊 我在官营里头 相关的字里头 也做了分枪 那也不是 我们光头上 这就几个窟窿 七个啊 那也 那七官嘛 也不是啊 但是呢 是四种啊 但是那五官 五官那一官拿去了呢 那么 其实呢 提出五官的人呢 他是知道的 后来呢 所谓的失传了 为什么失传了 因为牵涉到隐私 也就是说 我们的性气 呈这为第五官 言耳鼻口性 因为他隐私嘛 好多人 因为我们中国人 是比较保守 所以把这也去不了 那么后来呢 根据佛教里头 实际上呢 一些经典里头 也经常提这个 叫眼耳鼻舌身 蛇 口 身 这指着皮肤皮毛啊 那么 因为也是 大家避讳 尽量的 不提这个事 当然了 我也 在一些分享当中 呃 跟朋友讲一些事 朋友也提出来了 你这个 性器官 你看没有 他叫性器官啊 所以也五官之一嘛 那么 那还有一个排泄器官 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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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肛门 我说那一个呢 你可以归到性器官 你上 或者说不 因为什么 呃 怎么说呢 可以把它归 归到性器官 呃 一起 那么你要说 真正性器官 那我们尿道 就是这个 排泄通道啊 那还有个尿道 尿道 那跟性器官是没关系的 呃 对对对这个女性来讲 对男性是有 因为他合而为一了 那么 所以呢 女性有一个 阴道 男性有一个阴京 那么这就是 男 男女性器官的不同 但是呢 都有 所以呢 这一个详情 关于生殖系统啊 性器官这一块呢 以后 呃 也是啊 作为一个单独的分享 跟大家去分享 我们今天呢 就从 所谓的皮毛开始 从五官开始 那么来跟大家分享 呃 从这个身体啊 能直观啊 直观啊 呃 观察到的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做一些这个铺垫啊 告诉大家一些 所谓的真理真效啊 那么首先呢 我们从眼 那么眼呢 我们有两只眼睛啊 呃 是球形的 其实呢 就是一个 呃 透镜吧 里面啊 原理呢 也不仅仅是 说透透镜 也不仅仅是挖透镜 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 呃 神经通过这样一个 呃 器官吧 那么这么一个组织结构 来 接受 外界 光线 呃 那么来 观察事物 那么这个光线的实质是什么呢 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了物理和化学 光线的实质呢 就是 呃 微子或者中 呃 或者叫中微子 或者微中子 或者叫正反 微子啊 都是一个东西啊 它的一光的速度运动 那么当然了 还有另外一种 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灵魂 灵魂无中生有出来的 那就跟这个没有关系啊 是不一样的 那么它就不是中性的粒子啊 是带电的 有正负 也可以说叫阴阳 那么那一个呢 实际上也和这个 中微子 微中子 微子啊 正反微子的速度是一样的 也是光度啊 那么 呃 有这么一个区别 也有相同啊 速度一样 也都是很小的粒子 但是正反微子的体积和质量 是中微子或者微中子 或者微子 正反微子对的一半 那么这些呢 也是以后跟大家想进去分享 因为我们只是叫大家知道 为什么我眼睛能观察到东西 是因为这些粒子呢 通过这样我那么沿途这眼球聚焦以后 打击创击碰撞我们眼球后面的神经 那么我们呢就待在神经上 那个灵魂 当然了 这个东西通常是直接是在脑子啊 储存在脑子的那个所谓的库啊 这个叫硬盘吧 或者叫 呃 储存库 记忆库里面 我们 那个灵魂要呆出啊 你就简单的时候就呆在神经上 他就能够接触到 那么这个 这个光线呢 呃 是有颜色的 我们今天都知道 就是通过冷静的折射 那你能发现有七七种颜色 就所谓的车身黄粒青蓝紫 那么 为什么会有颜色呢 是叫我们啊 我们这个眼睛的功能啊 是要变能变变颜色的 那么颜色为什么呢 有呃 车身黄粒青蓝紫七种颜色呢 这根据我们说一下光有玻璃而向性啊 我们在玻璃而向性 已经跟大家去讲了分享了 那么需要大家如果能明白 那你都不用去看了 不明白 那你还去再去听一听 我在那里的分享 那么 他是怎么回事 就是第一个 为中子 中为子 来了 那么第二个来 他有个间隙 就所谓的这个频率 呃 因为一来是一片的 不是一个来 就我们都能感觉到 严格意义上讲 我们这个眼睛呢 呃 对单个的这中为子 为中子 我们是没有感觉的 当然了太多了 我们也感觉不到 所以我们有个叫可见光 啊 你必须是连学的一来呢 都是成千上万成亿 几十亿 哪怕一眨眼的功夫 也就有那么多 因为这个 呃 大家去参照 我们今天研究光学 他有一些东西是真的啊 那个所谓的频率 他就这一秒钟能来多少粒 那就是他所谓他的频率 那不是说他要震动多少次啊 跟那个 你可以认为是震动 他来多少粒吗 啊 那么对应的 所谓的这个间隔不同 形成了赤终黄的青蓝子 啊 那么有这么一个 颜色的分别 那么颜色是怎么 为什么我们就能看到呢 实际上我们周围里头的 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真空 我们这个宇宙啊 比我们认为的 那个宇宙一千多亿光年的 直径的物质 宇宙那是星体 那要大得多 你想想 整个所有这些星球 发光体的 发出来的光 那都是物质 正在宇宙当中可散 那个宇宙有多大 大家自己去想象 我也不想去跟大家 再去描述 所以你可以用无量 无气 尽管我们这个宇宙 现在他们说 一千三百多亿光年 其实呢 还要大得多 就是我们认为的 那个还要大得多 整个我们周围 它是没有真空 有光就有正环微子 就有中微子 微中子 微子或者正环物质 这个这个正环微子对 那么刚才我跟大家讲了 中微子 微中子 微子 正环物质对而来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自然光 就是太阳上的光 电灯发出来的光 我们燃烧 我们燃烧 东西发出来的火光 打的闪电的电光 等等 它都是中性粒子 中微子 微中子 或者叫微子 或者正反物质 它的正反都有 这一对的 那么 但是另外一种 就是无中生有而来的 它 是半个 叫正反 它单独存在的 单独方向 运动方向 不一样的 那就所谓的 跟生命有关 所有的生命 那么这个频率呢 就和这个中微子 和这个正反微子 它这个所谓的频率啊 就来的间隔一样 那个表现出来的颜色 就是绿色 所以绿色代表生命 有这么一个 当然了 你没有生命的 它也有 这就是说 那个自 就是我们现在 所谓叫自然光啊 就是说太阳光啊 火光啊 电灯泡光啊 那发出来这些光 不是无中生有 灵魂 制造物质时候 把制造出来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微小绿色 那么它也有绿色的 它这个频率和 灵性血迹生命的频率 所谓的频率啊 间隔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眼睛会辨别 吃着王女青蓝子啊 这颜色 小了我们看不到 你间隔长了 我们看不到 比如说无线电波啊 你间隔长了 我们看不到 感觉不到 再厉害了 就是说紫外线 我们也看不到 阳根一声 我们是紫线也看不到的 只不过那就是 接近于紫线 其实各种颜色 很多的啊 它有混合 混合颜色 就是各种光在一起 你包括绿光 和黄光 那之前那个边界呢 它也是 不是说那么严格的 其实都是一切 都是无限接近 那么 我们看到的物质 就是这个物质 这个形状 那么 它有反射的 各个 它那个有棱油角 有面有线 有什么东西 反射 那些细小的粒子 打到我们的 视网膜啊 我们在这个神经上 受到打击 形成一个逻辑 啊 说这是这个红色 这是个绿色 这是个什么色 所以我们眼睛 能够看到 那么这是一个 眼睛的这个功能啊 颜色 对应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所以呢 我们叫色界 因为色界呢 就是我们看通过颜色 知道背后有物质 如果我们发眼闭上 就看不到颜色 那么就好像物质不存在 所以呢 到今天我们叫色界 就是物质界 也就叫色界 色界也叫物质界 那好色就是好物质 我们今天呢 当然了 这个色呢 又有其他的 也跟性有关系 当然了 男人 人啊 有男人女人啊 关于男人女人的 这也是一大道 这个真相啊 不是一天两天 一句话两句话 一天两天能够分享 完了也要单独的 别看我们讲人 男人女人的 各一半的 那个信息量也要很大啊 那说这是眼 那么下一个呢 我们就跟人家讲耳 耳朵呢 我们是听声音啊 说我们语言交流啊 听声音啊 辨别 实际上大家现在研究的 也差不多了 那么声音呢 实际上是因为有介质 我们才能听到声音 主要的是空气 如果没有空气 只有这个水 除非我们呆在水里头 或者呆在固体里头 我们也能听到声音 其实呢 声音是不存在的 就是这些 不管是 呃 气体也好 流体也好 甚至于固体也好 是由于 我们改变 就是对它进行 这个 冲击啊 就是 压缩 压缩 它产生变形 变形以后呢 呃 我们这个耳朵 你看像喇叭口一样 接受这一个 所谓这个空气变形的振动 你压了它 你你不压了 它马上就 就跟弹簧一样嘛 又回来了 你可以简单的认为 这些气体 液体或者固体固体一样 我们有时候 不能听到 反 就是说说 叫这个 反回来的波啊 和那个 雷达 那个蝙蝠一样的 就是说 我们碰到 所以我们有歌音材料嘛 那个一般的 有回响 那就是 气体 加固体 这个 所谓的振动啊 就是这个形状的改变 其实 不是我们听到那个声音 我们是 那没声音的 但是呢 我们人 真正的这个灵魂 把这个东西就转化成声音了 啊 便于大家能好传递啊 所以呢 在里面情况 耳骨 耳膜 进行一定放大 其实它也是到了背后 形成物质 其实也是 啊 微子 中微子 微中子啊 类似于光线啊 只不过频率不一样 它创击我们能够接受 灵魂能够接受到的啊 就对应了一个 一个什么声音 所以呢 就是说 感受 真正意义上 你说拿科学去测 你听不到声音 你只能感到感受它的频率 那声音呢 我们人人都有体位 嗯 当然了 所以说这些东西呢 只能去印证 包括刚才讲的这个 光的颜色啊 你说 你没有这种感受 我讲红色 大家什么是红色 永远讲不清楚 所以呢 我们人跟人 也需要相互交流 那么约定的 叫红色 那就是红色了 那么声音也是如此 那么通过声音 我们来辨别 进行语言 的交流啊 其实 就是生命设计 就这个样子 我们自己啊 人啊 尽管所谓的 处于领长率最高 但是呢 需要群居 相互帮助 相互扶持 才能共同的完成 使命 那么通过 这个 耳朵啊 就能听到声音 当然了 你说声音 这个频率太小 我们也听不到 按照我们现在的研究啊 说这个人能听到的 这个物质振动的频率呢 是20赫兹到2万赫兹 再大了不行 再小了也不行 其实呢 就我刚才 就和那个光是一样的 我们就这么范围 当然了 其他的动物会有 不同的种类啊 会有不同的 这个频率范围 呃 所以前两天 有递人 他也说啊 有些动物能听到 因为这频率 他能听到 他有感受 实际上我们也有感受 因为频率太高了 我们听是听不见 但我们的这个 听力器官 就是耳朵 耳膜 耳骨啊 那么就也会受到伤害 所以有的人会耳鸣啊 等等吧 那头疼 头疼为什么 是灵魂头疼啊 一些信息在脑子里 去往往提取的时候 很复杂的 因为有杂音 你要过滤掉 啊 有杂质 有干扰 所以呢 耳鸣会引起头疼啊 烦恼啊 等等一些 这是病理啊 以后再跟大家去分享 我只是这么提一下 那么 呃 说这个耳朵呢 那么这是人能够 信息摄入的一个方面 那再就是呢 说鼻 鼻子呢 其实呢 有几个功能 一个呢 就是 呼吸啊 我们 内部的血液循环系统啊 要进行所谓的氧气啊 二氧发弹的交换 要收入氧气 往前通过这个通道 它严格意义上是 上呼吸道的一个终端 那么它第一个功能 就是空气的通道 啊 便于进行气体交换 那么第二个功能呢 就是 过滤的功能 我们里面有臂毛啊 那么有 那么有 碎屑 那么可能呢 进入到呼吸道 进入到肺 肺呢 到最后是毛细 管啊 气管 再到了这个肺泡 你说 如果被这些细小东西堵塞了 我们会窒息的 所以呢 它有一个过滤的功能 还有一个功能呢 就是 所谓的加热功能吧 那么 或者降温功能 你比如说 到气温啊 高于30 我们身体的温度 36点几度的时候 我们呼吸的 这个空气的温度是高的 那一下子到身体里头 也受不了 那么就 通过这个鼻腔里头 有个很浅 浅的 那个细管 血管呢 很 嗯 发达 很容易破鼻子 如果有人抠鼻子 那经常的会抠 有的如果那一块区域啊 受到损伤啊 还有所谓的鼻炎啊 这些都是病例 以后再跟大家去分享 那么就接触到以后 那个血液的温度是 那个地方 血液 血管非常发达 那么温度是 36 6点几度啊 那么你空气 可能是40度 那经过热的时候 他就吸收一部分热量 那到真正空气 到达肺的时候 不至于有剧烈的 这个感受啊 因为有的时候 肺啊很敏感 我们要打喷嚏的 等等这一些 呃 剧烈的咳嗽啊 喷嚏 等等一些 对肺呢 毕竟是有伤害的嘛 那么减少这些 也是对肺的一个保护 另外呢 冷空气也是一样 先预热啊 您体温36点几度 一不至于 倒了肺部油 大家觉得那么冷 当然了 这也是仅仅是 一部分啊 或者改变很小 但他总有一个缓冲 那么这么一个功能 所以呢 他同期嘛 所以要冲下 还有一个呢 就是协助发声啊 当然了 这是协助发声呢 跟口合作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 用嘴说话 但是嘴说话的时候 要出气的时候 或者吸气的时候 我会发音 吸气也会发音啊 但是呢 那肺还要呼吸 那么你这个出气的时候 鼻子近啊 嘴出啊 当然了 也要到肺里头再出来 有个通道 那么具体的呢 我都不跟大家去分享了 那么这就是说 他有一个辅助发音功能 所以当我们鼻子 堵塞的时候 我们声音都会变的 这就是辅助作用 不起作用了 让我们呢会产生混乱 原来听这个声音熟悉 现在都不熟悉了 我们叫浪鼻子声啊 那么这也是鼻子的功能 那么 下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所谓的口 口呢 那功能呢 也有几个 一个呢 就是拒绝食物 把食物打碎 鼻子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嗅觉功能 就是所谓的 能闻到 其实我们能闻到的味道 比较有限 能闻到大概几种特殊的 比如说辣的味道 辣椒啊 葱啊 蒜啊 姜啊 这是辣啊 还有呢 酸 就是比如说酸 酸味 还有其中 其他的一些特殊的 比如说酒精啊 特定的 那么这个味道 为什么是那个味道呢 实际上呢 都是物质 物质散发在空气当中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 鼻子 有一个地方的血管 特别的 呃 发达 比较浅 皮肤啊 很薄 基本上就可以说 某种程度上讲 你可以很简单的 那个皮肤啊 就是浅层 那么 能够直接接触到的这些物质 这些物质给他感受 那么就有了所谓的 呃 辣呀 酸呀 特殊味道 它就臭味啊 臭味是混合味啊 不管是什么味道 说白了 就是毒啊 为什么叫毒呢 就是它是自然的 因为什么 如果一些东西 你 它如果不能 这个 发生 自然的话 就是自然跟氧气发生反应 或者跟其他东西发生反应 我们是 我们是 没有味道的 甚至有一些能够发生的 我们也是没有味道 当然这是 有几种特殊材料 我们今天要分享 也就太远了 我们现在已经半个小时了 就是说 其实呢 就是毒 毒是什么呢 呃 就是一些物质 跟氧气 氧在一起 不需要点火 它就自然 自然就燃 就在长风下 它就燃烧了 就发生化学反应了 所谓爆炸了 或者是说 发生化学反应了 那么它发生化学反应 会有能量出来 那么我们那个感受 对应的不等 就是 不同的味道 就是所谓的气味 有一些 那么 包括什么 芳香厅 就是香粉 一样的 那都是不饱和东西 它是跟空气 呃 仰发生反应 反应的过程 我们听味道 问到 我味道 这就是鼻子 嗅觉的来源 太猛烈了 我们也闻不到 太轻也不行 那么 有限的几种啊 就是特殊物质 它主要的就是毒 它会在跟空 在空气当中 它是发生 跟氧发生化学反应的 或者叫香粉 或者辣辣的号 他妈 那就是 自然的太厉害了嘛 就是热嘛 那么 当然了 叫毒 那么不受控制嘛 对人来讲 就讲是毒 那么以后呢 病理的时候 具体跟大家分享 那么 为什么是毒啊 等等 怎么排毒 那当然 毒有一套机制啊 那么 至于其他的酸 酸呢 其实和口腔里头 能够评分到的酸 是一样的 那介入于 这个甜 甜味我们是 基本上闻不到 当然有时候会闻到 因为糖糊了 啊 那么甜味减弱的时候 我们能隐隐约约的 通过鼻子 感觉到啊 有糖味 呃 敏感的会闻到 有有有糖的 那种甜兮兮的感觉 但是大部分人 是做不到 你就跟鼻子的 受损伤 一些有关系 那么这个 我只是跟大家分享 他就是一种毒吧 鼻子能闻到毒 为什么要闻到 叫我们能闻到 闻到以后就空气 我们是要吸氧气的 有毒的地方 那个氧 会跟这些东西 发生反应的 那我们要避开 这样的场所 这样的空气的环境 你会说 一样化碳呢 就是 那给你 给你争夺氧呢 我们就说 要一样化碳中毒嘛 其实那氧化碳 是没有毒性的 他就是把氧强缺了 我们才会窒息 真正意义上 那也是一种毒 那么辣椒呢 那辣的东西都一样 你不需要点火 那他觉得就 所以他就热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热 这就是嗅觉的原理啊 当然了 这有些物理和化学的原理 以后具体讲物理化学的时候 我们也会听到 这些跟大家分享 那么 赶紧的接着讲这个口 这个口呢 那么第一 我刚才跟大家讲了 就是磨碎食物 所谓消化 那当然 有这个牙 牙齿 主要是牙齿 那么还有呢 磨碎了以后 那么我们还要 对它进行搅拌 因为我们 还有另外一个啊 就是从屁脏来的 所谓的脱液消化液 那要搅拌 便于消化吸收嘛 所以呢 舌头啊 就要去进行搅拌 这当然了 你说舌头的功能 或者嘴子 口腔里都在 那这么一个功能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发声 发声呢 我们现在说话 就是这样 就是发声呢 就是跟这个气有关系 跟鼻子有关系啊 跟这个嘴也有关系 就是 嗯 因为啊 还有口腔 另外一个功能呢 我们要先讲 就是说 它也有 流通空气的功能 是鼻子的一个备用通道 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们在咽喉这个地方啊 食管 和上呼吸道 鼻腔这一块 到下面那个肺 那个气管 和这个食道 到胃的食道 和我们口腔这一块 是X形的 是断开的 所以呢 就在这个样 它有个相互备用啊 嗯 有时候会呛着呀 或者等等 那就是因为 那个地上有时候 它也有道极致 我们这个嘴啊 后端啊 这个食道 那个地方 有一个 呃 肌肉环啊 薄的膜 肌肉膜环 那个东西 你要验食物的时候 它会把那个 到这气管 它给挡死 所以食物就会到 这个味道 它是X相互交叉的 食道是在 这个前面 那么要把这个食物呢 送到后面去 那么这个气管呢 是在这个食道的前面 那那 那一个就是 你下去的时候 正好把它盖死了 啊 再以后 跟大家去练说 再比划啊 画图啊 大家就明白了 我们今天主要 是讲外部器官嘛 那么这是一个 就是它有辅助啊 叫备用通道吧 或者叫备胎啊 呼吸器能的备胎 那当我们上呼吸到 鼻腔受到堵塞的时候 有鼻涕有啥的 甚至有一股堵塞的时候 我们是张嘴大口呼吸嘛 啊 这是个备用通道 但是风险也比较大 容易有义务 进到这个气管里头呢 会窒息的 也是叫 窒息啊 噎死 那有的人吃饭 就能把自己给噎死 当然噎死也有可能 食道 食物被卡住 挤压了气管 当然这个地铁的 我都不跟他下去 在这展开分享了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发声 发声呢 因为他有气道 发声 是几个组织的合作 一个就刚才我们跟大家讲的 那个咽喉 那个这个嘴后面 有一个圆形的肉膜 这个鸡 那个肉膜鸡呢 就我们叫声带 因为那个地上 包括鼻子啊 我们从声音 不从嘴里出来 从鼻子里出来的声音 就冥视了那个声音 那么呢 就是靠那所谓那个声带 那个声带呢 是产生振动的 叫这个空气振动 但空气振动 我们声音这么复杂 是做不到的 所以舌头呢 跟牙齿之间的配合 形成一定的间隙 叫这个气来会走 声带推动它 压缩它 舌头在里头 一定的形状 发不同的声音 能跟配合牙齿 叫这个气 就像吹口哨一样 狭窄宽度 那么这个所谓的频率 所谓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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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速度啊 空气流的速度 产生不一样的声音 配合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需要说话 是需要学的 也需要各个器官去协调 这是嘴的声音 那么这嘴的功能 那么嘴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所谓的就舌头的功能 就是也是肠味 叫酸甜苦辣 咸色 那么我简单在这 跟大家讲一讲 那么 酸 酸是什么呢 先讲甜 因为跟甜有关系 甜呢 其实这些东西 这个味道呢 是我们 身体内 我们去乌龙生 有操作 这个身体 一些物质 给我们的 反馈 就是反作用 让我们灵魂 意识到的一些感觉 我们 参与叫酸 那英语就不叫酸 叫骚扰 就是把这个东西呢 在大脑里头 一定的逻辑形式 就像程序一样 写在那里头 所以我们 它是这样 那么这一个 那个甜呢 就是我们一些物质 跟氧在一起 比如说糖 糖是能量的 就是说爆炸物 它是炸药 那么我们就点火 他说一点就着 不用费劲 叫人感觉很舒服 甜 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甜食 也都叫血糖 血糖 血糖跟那个氧 发生反应 那么糖是甜的 那么这个辣 就是我刚才说的号的 辣为什么辣 它自然而然就热了 辣的实质就是热 它自然跟氧气 就发生反应了 那么就啊 就是热 就是它自然 就叫热 也叫毒 不管是什么 各种辣啊 包括酒精 甚至于呢 其他的一些气体 因为它毕竟 要是气体 它要跟氧发生反应 当然有些物质 也是如此 从口腔里走的 就跟这个物质 这个固体有关系了 分子啊 那些固体的 你这些有气体的分子 有关系 那么 酸呢 是介于甜和这个 这个热之间 啊 嗯 你你点 就是你本来点一个 它两个爆炸了 或者点一个 那得一个半爆炸了 啊 那是燃烧了 啊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酸 因为它有不饱和的 所谓的不饱和的东西在里头 不受控制 不太容易受控制 但是我们是为了叫它爆炸 当然爆炸多了 啊 那么苦呢 就是爆炸少了 呃 我呢 要点两次火 所以叫苦啊 那那那麻烦嘛 所以我们麻烦通通的感觉都是苦啊 我心真苦 我命真苦等等 干活真苦啊 都一样 就是 劳力啊 要重复做 那么你去点火 我们点一下就赶紧走啊 那么你 要点两次 三次啊 才点着 永远点不着的 那就是最苦啊 你怎么点点不着 它其实也是一种毒啊 你怎么点点不着 没有用炸药 都点不着嘛 那这甲毛威力嘛 那就是毒啊 所以就是苦 怎么点都点不着 就是它这些柴果在这 你那里养血也有 这个柴果是石头 也点不着 它就是苦 那么酸甜苦辣啊 咸咸就是盐啊 具体的就是我们规定的 那氯化它啊 那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那个味道 就叫做咸 当然咸呢 跟呼吸道也有关系啊 那以后再跟大家去讲 还有一个色 色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一种物质 它或者被点火 我们给它能量 或者它自然 自然实际上 就是周围自然环境里头的辐射 让它 发生了所谓的化学反应 产生了粘性的东西 就是负责力比较强 那这种物质呢 通常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电子 围着这个分子 或者原子转的时候呢 有一个急性 所以有些地方偏弱 偏弱它就容易 因为物质都有万有引力 它会去负责上 负责上就有一种粘性 粘住 拉不动 这叫色 所以三天苦辣 咸色 大概这几种味道 有些人 还能凭出其他味道来 实际上也有 就是我们约定了 另外一个味道 介于什么之间 一样 那么我们现在呢 这点味道都能够 去体验到 或者是去感觉到 那么这是 口腔的作用 当然口腔的作用 还有辅助的 帮助手的作用 我们牙可以咬东西 等等这些 其他的作用 这是说口 那么另外五官呢 就是生殖器官 生殖器官呢 包括我们可以认为 因为它属于隐私部位的 这个 通道吧 那么就是生殖器官呢 它比较特殊 那么 就是说白了 主要功能就是繁衍后代 男人摄出精子 女人接受 接受以后 给新的生命提供一个场地 那当然所有这一些呢 我们都会跟大家讲 人都是从那来的 那么怎么一回事 那一个 故事也不短 等我们把身体的结构 我现在主要是 跟大家讲结构 和背后的 浅显的工作原理 因为这个人体 人的身体非常的奇妙 也很科学 很精致 所以呢 这些原理 都不是说凭空来的 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缺一不合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只是打击处 从外观上 就跟人 跟大家分享 这么一些真相 信息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皮毛 皮毛有两方面 那么我们要讲 所谓的皮肤 皮肤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身体上的细胞 我们把它放在 这个我们身体的外围 主要是起到一个 所谓屏蔽 有个边界 把身体内的水分 液体兜住 别让它游出 实际上细胞 本身就有这个功能 从一定程度上 皮肤 我们可以认为 就是一个膜 孔 非常小的膜 那么它也可以算到关 因为有孔就是关嘛 那么但是呢 这个是正常细胞 正常细胞呢 我们切断了静脉和动脉 毛细血管 切断了神经 那么它自然而然的 那里面的液体呢 就会挥发 沉淀下来 里面有血糖 有血脂 有什么DNA 都在里面 细胞的结构 完整的细胞 你如果被它拉开包里 以后它还可以膨胀 那么 就是说 我们就等于舍弃 就等于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屏障 叫皮肤 那皮肤呢 上面是没有神经 我们接触不到信息的 我们是没感觉的 当然了 我说 有时候我们都感觉到热 那是因为辐射 那正微子 或者那个中微子 穿透了中微子的 尺寸和质量 以后跟大家去分享 那潜入到物理的东西 也一讲 花时间 那么它能够穿透 穿透这个皮肤 就从这个缝隙 所以有人也认识到这一个 我跟大家朋友分享 说那个对 中微子微中 紫微子来讲 地球是透明的 这个微子理论上 是可以穿越地图了 你再多的物质 我都能穿过 多大的物质 我都能穿过去的 透明的 就小到那个样 所以呢 它自然而然也能 你多了 那我们就感觉到热了 那电子被加速了 所以 那个 那个是 触摸到内部神经 能传透进去了 包括超声波 甚至于 那么那个 那个x光之类的 其他一些射线 包括 中子都都能穿透的 中子也不大 跟原子来讲 那么原子核是 原子体积的千亿分之一 你要想这个比例很小 中子也可以穿过 那这子是因为有电性的穿不过 也电子也很少 那么有这么一个 那么我们这不能说 啊我反应迟钝啊 你不光是这些辐射 还有其他的 那么便于我们保护 那怎么保护自己 所以呢 我们有毛 不光有皮肤 还有毛 毛呢 是 它有两个功能 一个呢 就是我们吸收进体内的 氨基酸建筑材料 钢筋混凝土 我们 它就合成蛋白质的东西 也叫氨基酸 这个东西一旦把它连起来了 它是不能再二次再分裂 我们再把它打碎了 再形成氨基酸再用的 不可以的 它是不能回收力用的 但是我们吸收进去 也不能用了 你不能血液里都浓度过高 是不行的 所以呢 我们每天要吃饭 那么多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呢 是排出体外 跟一些有机物的碎片 我们继胞受到伤伤 我们修复的时候 我们是简单讲这个道理啊 那原理 那那很复杂的 我只是简单的 我只是简单的 这么提一下 就是都会排出体外 包括头发 那里面我们种的毒 包括各种我们不需要的盐 毒 什么皮霜啊 磷之类的 碳 这个这个柳啊 等等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身体上的也能排出 就是混杂着氨基酸 合成一刀排出体外 包括指甲 我们指甲也是如此 就是把这个东西呢 排出体外 就是所谓的 我们多余的蛋白质 你再有再吃饭 再吸收嘛 你不能血液流都不能过多 过多叫尿毒症啊 尿有两种病啊 也是以后跟大家一起分享啊 具体怎么回事 就是糖尿病 糖多了是糖 糖尿病 糖不多 安基酸糖和安基酸都多 安基酸分子能相对来讲 比较大一些 所以呢 都有的时候肯定糖也漏了啊 漏到尿里头去了 叫尿毒症 那么 这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要排出体外 这是皮毛 必须存在的 它得坚 坚受的一个功能 包括皮也是啊 也是安基酸合成的蛋白质嘛 我们身体的细胞也是啊 也说都是蛋白质 包括神经啊 包括DNA RNA 都是蛋白质啊 所以合成了啊 安基酸是容易水的 能随着水流动的 蛋白质是不能流动的啊 但是有时候我们蛋白质和安基酸不分的 要补充蛋白质 其实补充的是安基酸 安基酸糖里也都很多 那么有这么一个功能 再一个呢 这个皮囊收集 因为这个毛发上什么 也是没有神经的 和皮肤一样 但是呢 一物碰撞它的时候 它会碰撞到那个毛发的毛囊 就是生长 我们在那合成 把安基酸 毒等等 有机物碎片 合到一起推出去的 那个地场 那个地方是有神经的 所以你碰撞它了 我们神经 我们真正的灵魂 也能感觉到 所以它有这么一个功能 所以叫触 我们主动也都叫 雅尔比萨 神有触的功能嘛 那么就有这样一个 保护吧 说说感应 或者叫感应器吧 那么这么一个功能 皮 皮是没有的 没神经 那毛也没神经 但是背后它有神经 毛囊里头 那个毛囊 它也可以认为是一关 所以你五关呢 你要说多五关六关 因为当时祖宗也没办法 提出五关科这个人 他也没弄清楚 那么你说也可以叫关 因为他每一个毛孔 他也是一个洞啊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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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槽啊 一个缝啊 那也是 也可以认为是关啊 所以叫皮肤 也可以散发器官 你说五关皮肤也是也行 那么也没有必要 我跟朋友一样说 你没有必要去纠结 五关究竟是什么啊 因为当时 我们的先人认知的也有限 提出这个问题的人 他也就认识到五关 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那提出这个人的 跟皮肤不是五关 不包括皮肤和毛发的啊 就是指性器官啊 那么 这是毛 皮毛啊 那么这个一个功能 这是我们身体外部啊 那么以后呢 跟大家分享内部 那么还有呢 这个毛啊 在不同的部 有不同的功能啊 你看我们设计的 非常的科学 那么在头顶上 就是叫头发 那么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取到一个导流作用 如果有水啊 有液体下雨啊 那么 把水啊 可以顺着这个毛发流走 这是一个作用 另外一个呢 就是保护头部 你想想 它就相当于一个软组织的 一个垫子 在那个脑门上 因为脑门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 那么 有物质 这个这个顿窃打击的时候 有毛发给挡的 尽管脑壳硬度强度很大 但是也要有防护 再一个呢就是个毛发当衣服用 因为我们现在有衣服穿 我们刚来的时候 光不流丢 啥都没有用 用树叶子呢 那就是那个东西 随着我们到成年 我们头发都可以到膝盖 那就是 往身上一遮 当衣服保暖 遮挡用的 所以叫头发 这是它功能导流 再一个呢 叫我们能够 也能感觉到 它也有身色的作用 就是那个感应器的作用 它也有毛囊嘛 再一个呢 那么它的功能 主要的就是 把一些有毒的东西啊 多余的氨基酸 排出体外 所谓的新生代谢 那么这是头发 那么我们再往下讲 就是眉毛 眉毛的作用呢 也是导流作用 你看没有 水从上面来 眉毛是往两面倾斜的 水走到那了呢 别让它流到眼睛里头去 这是眉毛的作用 既有解决了 往外排毒啊 这个 这个作用 还有这个感应器的作用 还有导流的作用 把水导到别的地方去 往两面导 或者呢 顺着眼睛 鼻子尖啊 鼻子那个根 那流下去 我们这个脸两边 还有两个袜头 那也是水 流水的槽 那么这是皮肤啊 这个外形 我们鼻子这还有个人中 人中是鼻子 涂起那一块 也有水会下来 那么顺着这个槽 别叫它流到嘴里头去啊 当然男人的胡子 也有这个功能 女人没胡子吗 女人为什么没胡子 也有跟大家讲 因为一牵扯到就多了 那么 还有眼 还有眼睫毛 就是在眼睛里头 那一个呢 就纯粹就是个sensor 就是一个感应器 因为 光线呢 其实 不会知道 我们是要接受光线 那有异物 有碎屑的时候 那首先碰到眉毛 这个这个这个眼睫毛 眼睫毛呢 一旦受到冲击 马上闭眼啊 保护眼球的啊 所以叫眼睫毛的作用 那在不同的毛 在不同的位置 有不同的作用 那鼻子里头有 那么我刚才跟大家讲了 就是有过滤的作用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 阻止的作用 我们那有 呼吸道里头 有些解毒 肺解毒以后呢 有些鼻涕啊 甚至于我们受到伤风 就是冷天啊 那个有冷凝水 那么跟鼻涕在这 别叫它流出来 流到这个嘴里头去嘛 所以它在那形成鼻涕 因为空气来回 那一走 它会干燥 形成鼻涕疙 对吧 它有这么一个功能 也是毛的作用 一个呢 是进去的时候过滤 阻止这些鼻涕啊 之类的流出来 有这么一个阻止的作用 活着我们跟大家刚才讲了 那么也是一个导流的作用 再呢 就是 咽下毛 咽毛和 这个阴毛 就是大铁根 那些皮毛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 作为一个spater吧 就是叫什么 叫 支撑物 那么 因为什么这些隐私部位啊 就是皮肤啊 是经常相互摩擦的 磨擦会发生热 也会把磨擦 把这个皮肤磨坏 更主要的 那个皮肤有毛囊 那么或者是说 你没毛囊 那个地方会有积水 有水啊 这个 水啊 会把皮肤啊 尽管它干了嘛 它是一种硬性组织 会软发软 就容易受到伤害 那就会 那个地方叫烟 就皮肤破 受到 破 损坏 那么损坏是很麻烦的 那病 所以长上毛以后呢 叶毛 阴毛呢 就是保护 那个脊脚干辣里头 那个皮肤的 因为你有支撑物 水分可以蒸发 不至于在那把皮肤给 泡软了 那么 便于降温啊 通风啊 当然这些都有这些功能啊 那么 刚才讲一个地上 还是有一个 我们要补充一下 就是这个呃 毛囊 毛囊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排气排水 出汗嘛 那么热过多的时候 通过正常渠道 肺啊 呃 这个 排泄物啊 把这个温度降下来 排不出去 所以呢 就会通过这个毛囊孔 毛孔的渠道排泄出去 那么有可能二氧化碳 那血液里头有二氧化碳嘛 也会从那排出去 甚至于羊都可以排出去 因为每个细胞都连着 嗯 神经吧 嗯 那个动脉静脉嘛 那么也会排出去 那么水呢 那当然它会有一个过滤功能啊 那么就会也排水 还有一个就是排热排水的功能 那么补充一下 因为我刚才那边讲的时候 现在讲到这忽然想起来了 就补充一下啊 当然也有一些 一路吧 那没关系了 以后有详尽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 都是在详尽的去跟大家分享 那么这是说这个阴毛的作用 那主要就是为了保护 这个脊脚干的皮肤啊 当然有散热 因为那个地方 因为相互接触 有热量放不出去的 所以有散热一个功能 那么至于性器官呢 和肛门 那么这一块呢 肛门跟消化系统我们一起讲 性器官呢 单独有一个 繁殖系统 以后跟大家去分享 那么 至于功能呢 归类呢 倒影那一块吧 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么 今天呢 这个 人 构造外部 所谓的这些 五官吧 我们就 全都叫五官 皮毛啊 这些组织呢 我们先从外部 跟大家去做一个 简单粗略的分享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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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